斗罗大陆动漫更新到了杀了制度篇 在本章之中 唐三来到了暗无天日的杀了制度中 在这里唐三已经花费了一年时间修炼 这一年中唐三主要提升就是自己战斗能力和观察能力 魂力倒是没有提升多少 但是就唐三自己所说 自己的实战能力至少提升了三倍 杀了制度在一片特殊的空间之中 所有人到了这里都无法使用魂机 以定程度上来说 到了这里封号斗罗和普通魂式没有任何区别 都得靠着自己的本身实力去战斗 所以唐三在这里如鱼得水 几乎没有敌手 巅峰时期唐三曾经以一敌霸还或是离去了 此处绝对是最能发挥出唐三使力的地方 竟然容易出去难 杀了制度规定只有在斗魂炒获得百胜 并且成功挑战第一路成为杀神才能离去 就在唐三即将获得百胜的前提 弗丽娜来到了唐三的房间 与唐三谈起了合作 明明上唐三的身份是浩天宗弟子 而弗丽娜则是五魂帝的圣女 弗丽娜告诉唐三想要离开上的制度 必须挑战第一路 第一路危险重重 这么多年来只有八人挑战成功 几乎是千里挑一的难度 一人独闯 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 合则两立不如一起挑战